大家好,这里是天阳玄机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相的案例 那么手指细瘦弯曲,是典型的木形手,木人也分强弱 原主金星秋薄弱带青筋,体质一般是典型的弱木人 弱木人多思多虑,少主见,少自信,处事犹豫不决 食指也见缝隙,早年钱财消耗大,30岁之前钱财难据 不过食指靠近中指和兄弟姊妹缘分深厚,即使成家立业之后,也会帮蹭兄弟姊妹 不过大拇指指头见横文,说明和父亲缘分比较浅 中年之后,多关注父亲的身体健康 生命县附近,青黑气烧重,体质偏弱,活力不强 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太适合,但是也不能缺乏锻炼 体质增强了,运势才会提升 文路看,生命县初期见锁链,从小体质一般,家庭出身也不太好 生命县前期横文密布,个性敏感内向 甚至有一些设恐,有一些自卑 事业方面,家庭的助力不多,靠自己单打独斗 老线中期的导文有多个提示,多思虑,睡眠不好,时常多梦,浴室也容易紧张,心理素质不强 不过这和感情的不顺也有关系 感情见锁链,中期也见导文,甚至会影响到婚姻的稳定 结婚线也出现了转折弯曲,甚至有分离之苦 无名指和中指的分离也说明这一点,无名指是代表姻缘和另外一半 和自己分离,说明之前感情的状态不是很好 事业线也被脑线压住了,冲不上去 事业也受到一些心态的影响,格局难打开 感情的不顺也是一方面 加上元宝这个财库也是由于事业线偏短,见开口漏财的一种格局